来请黄伟泽委员发言 谢谢各位同仁 行政署副署长及各位长官 请副署长跟行政署的长官可以再继续 好来副署长 还有我们行政署人事室的杨主任 还有行政署的林科长 还有张科长 我先请行政署我们人事室 你好 是委员好 其实我刚刚我们摆了 我先请问 我先继续问问刚刚那个部分 你只要稍微再想一想 我们现在我们有要求 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的医院 然后他都有配置保全 所以你单少双少 刚刚邱委员也说了 执勤的人数不用那么多 不是全天候 执行的班数也不是那么多 而且本身医院有配备保全 怎么样能把这个人力做比较重点事 精简事 而且效率高的应用 这是你们的执权 也是你们的责任 因为你们过去已经过去 很多像国营事业 很多以前是有保警派驻的 现在都已经撤出了 都改为他们自己自聘保全 所以警力的调度 而且你们保安警察的这个人力 如果说调度再去派驻到这个医院的急诊室 是有选择性的 比如说发生医院 发生事故的频率比较高的 比如说这个本身 他有配置这个保全能够跟你们配合 那人力比较优先 其实也不需要到900位 不需要到450位 甚至可以更少一点 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 可以让整个医疗环境更平和 而且你派驻 重点派驻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轮派到其他地方 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中央跟地方 再去思考的 中央跟地方警政当局思考 您希望把这个意见去 去设计 既然有这个需求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请副署长 副署长 请问告诉你 请问您 这个现在碰到另一个问题 根据健保局的统计 台湾平均一年到医院 挂急诊的人次 有650万人次 可以说相当多了 那这碰到了急诊 科医师有需求蛮多的 我们刚刚提到人力需求 可是某种程度来讲 有一些到急诊室的人 他不见得是急诊 不见得是急 有急诊需求的人 那多半很多是因为 他找不到其他医院 或是他自己本身觉得 他自己觉得是很急 但是呢 到了急诊室 医生诊断 第一步初步的这个筛检之后 觉得他没有那么急 然后他就在走廊里面 或者在这边后诊区里面 等着 等着等着 他就觉得 就抱怨说 哇都没有人照顾我 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 take care我 这个部分 他们讲也有一定程度的 如果说你们 有一个统计说 真的判定 到急诊室以后 依照 像美国的法律 急诊室是不得拒绝病人 所以过去可能也有一些 没有健保的 没有 因为美国没有全国全民健保 他们是私人 没有保险的人 他们就 住在急诊室 这是美国 美国美国的问题 他国他国的问题 我们碰到的急诊问题 有没有这一类 非急诊需求的病患 这个情况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 比例上 你们有没有统计数据 跟委员报告 那根据我们医疗法六十条的规定呢 是医院遇到有危急的病人 是不得无故拒绝拖延的 所以一定要接受诊治 拖延就不必讲 你们常常有拖延 那因为拖延的原因 也不一而组 按照统计的话 我们现在是才五级减商分类 所以大概一二三级合起来 大概是将近是五十percent左右 那么四五级就是等于是 比较不为己的是另外的一半 所以实际上符合急诊定义 而且真的有急诊需求的 照您刚的统计数据 就是一半 大概三百二三百三左右了 一年 所以经过这样精算 就急诊需求的人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刀切 因为也许他没有 他只他符合四五级 不符合一二三级 可是他是痛得要命 他感觉很痛 那你们再做一个比较详实 其实人力预估还是可以精准一点 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您刚刚所说的 急诊专科医师 并不是所有急诊的需求 都是一定需要急诊专科医师来处置 所以只要在急诊室医师 他有譬如说 有创伤医学的专科 或是有其他医学的专科 他可以碰到可以去处理 某种程度也可以做了 但另外一个问题 本身请问您 这个处长 您是哪个专科 您有没有急诊专科医师资格 我是急诊专科 也是内科专科医师 你是急诊专科医师 您担任处长多久 第四年 第四年 三年多以来 急诊专科的这个 或者急诊室的这个问题 是朝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医院对于病人照护的品质是提升了 就是 是吗 真的 怎么感受不同 刚刚在我们的报告里面 有这个数字可以呈现 我们过去的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 一开始只有10家左右 慢慢增加到现在是24家 那么中度级的过去只有18家 现在有到57家 所以医院的能力在提升 但是 从你的数据来讲 拥挤的医院 拥挤的医院 那么医学中心的拥挤的程度 是更厉害 医学中心的拥挤的程度也提升了 这 某种程度可以说 是不是可以说 急诊科的人力 气患寡又患不均 这不够 本身就不够了 但是你说整体的数字要增加 可是 拥挤的医院会却更拥挤 应该是讲 整个大环境呢 对急重症的医师是不利发展 所以 所有的急重症 这个环境的不利发展 的改善 你尽到什么心里没有 作为一个急诊科 专科医生 在我们定出了这个 紧急医疗能力分级 就是确保了病人 比如说心肌梗塞的病人 急性脑中风的病人 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从我们的数据分析 它的死亡率也都下降了 我们对民众 是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但是在人力上呢 我们是更吃紧 那这个吃紧的原因 当然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 那不只是这 那就问你了 你当然处长 也可能不会当一辈子了 但如果没有 如果 好了 如果你当然处长 接下来高升 那也可能 也可能 也一定不会是一辈子 但你总有退下来的时候 退下来的时候 你会担任急诊科医师吗 我会回到急诊 你会回到急诊 那你会加入抗疫的一群吗 我 要看要抗疫谁 抗疫的对象 当然是抗疫 现在的人力不足啊 还是你那时候觉得很够了 人力是这样 因为我们整个 人力的制度是管制 也就是我们一年 只有1300名的 这个医学生 那到底是不是要增加 最近大家也有很多讨论 对啊 因为昨天讲妇产科 今天讲医生 急诊科 但是你每个科 这可能牵涉到资源配置 也可能牵涉到每个人 个人成就感 也可能牵涉到每个人的收入 和等等的 作为一个全国医师 全国的这个医政的最高主管机关 本来就是要去调和这个部分 本来就是调整这个部分 本来就是做分配这一部分 可是问题是 大家这个说 大家就投入医美 投入皮肤科 这种情形也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年两年 可是我们卫生署做的 健保局做的 我想是不是不够 是很不够啊 所以就这部分而言 我们倒是觉得 说重一点 你们是难辞其咎 说轻一点 是你们努力空间很大 那你们觉得你是哪一部分 我们又再继续努力了 那但是现在有看到曙光 曙光 给我看在哪里 今天早上 我们很多的委员都支持 我们期待已久的 不管是行责的合理化 或者是昨天讨论的补偿的制度 或者是现在暴力事件 那么多的委员的支持 让我们看到曙光 那我们给你曙光 那你就下来了 然后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 从资源配置 有些部分的资源配置 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比如说健保的点数 点值 比如说 这个医师的这个 合理的这个收入的分配 比如说护理人力的配置 怎么样解决 大多数 绝大多数护理人员 不愿值夜班 大夜班 小夜班 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你们如果能够就人力上 能够松绑 能够解决 能够让更多的 有护士执照的人 他愿意 不仅是经济的诱因 或是从其他的部分 能够做的话 你们才能解决 不是立法员 能够压着你们解决的 所以说咨询咨询 套一句这个 以前我们刘前院长的话 停一停 二十分钟都过去了 那又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这部分 跟根源的 这个源头还是在你们的 好不好 我希望说 这个 副长 你有没有医师资格 我没有 我是钥医师 你是钥医师 是 是 不过 医师也好 钥医师也好 你们下来的时候 希望说你们不要到抗疫的那一群 那是因为 不要到抗疫那一群 不是因为你们跑掉了 是因为你们把问题解决 你说 我们来努力对我想那个呃 这些很多的问题啦 好 护理人力的问题啦 这个是呃 四大接空 甚至急诊医师的缺乏 其实他都是呃 环环相扣 而且蛮复杂的呃 除了人力的问题以外 环境还是很重要 所以刚刚呃 这个石处长提到的这个 所谓的曙光哈 这些医疗纠纷 甚至暴力的问题啊 怎么样这个助卫警能够来协助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对医师人员来讲 像护理人力这个工时的问题哈 呃我想这个部分倒是对急诊的医师来说是呃 不太一样 比较清楚 嘿他大概下班以后他就呃 比较清楚 不需要像一般的医师是那个全折制的 是 ok另外一个其实也要建议你们 你可以刚刚警察署在的时候我没有提 你们可以考量因为每个医师每个医院的地点 location是不一样的 你也可以规划说某些医院在警方 好比如说距离好最近的派物所或是分局 他们有比如说五分钟以内的课程 他的的的时间那当然不需要也许是不需要 好那有些比较偏远比较远的 好当然可能就比较需要长住 而且他是是看诊量比较大 而且事实上发生过事故 你们可以依几种的这个这个 你们当然不可能说双手一摊 我为什么组就需要我们估计的结果 就需要全国需要900名警力 你们就给我900名 经过层层的筛检 经过人力的比较有效率的配置 比如说刚刚我们的委员提过的 这不是全天候的啦 或是怎样的 有保全一起配置 不需要双哨的 这一类的 其实你们可以再精算一下 好不好 对 谢谢